各位好,今天是2019年7月15日,星期一 我们看到这两天台湾的韩国瑜成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他获得的支持率非常的高,是44.8% 现在好像是领先于其他人 据说蔡英文的民调支持率大概只有36%左右 那么有人说韩国瑜很可能成为下一届台湾的总统 尤其是我们知道韩国瑜宣布他要竞选总统以来 其实得到了很多方面的这种关注和支持 其中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这种暗中支持 所以有人说韩国瑜一旦当上了台湾总统的话 会缓和大陆和台湾之间 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 就会消除战争的威胁 有些台湾人不希望有打仗 或者是有战争的这种威胁 所以希望能够最好选一个人 形成一种和平的态势 不影响自己的生活和经济 这个想法当然是情有可原 是能够理解的 还有人认为韩国瑜可能会振兴台湾的经济 他可能会加强跟大陆的经济交往和合作 使得台湾的经济走出疲软 能够在大陆经济的带动下得到更多的好处 比如说大陆每年的观光客就是一笔收入不飞的 这个旅游收入也带动服务业的这种增长 可能会拉动十几个行业的这种 带动这十几个行业的发展 所以一旦如果大陆关系跟台湾关系紧张的话 那么台湾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就是跟前些年相比较 大家就觉得当大陆关系跟台湾比较密切的时候 大陆观光客成批涌入的时候 台湾呢很多的行业感觉到生意比较好做 尤其是旅游观光业 还有些相关的服务业 食品啊这个居住酒店行业等等 都会有很多的好的 这个就是说他们感觉日子好过 而后来呢关系稍微紧张 大陆观光客减少了 台湾人就叫日子不好过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相信韩国瑜还是有相当多的支持者 但是有人说 现在的情况就是香港 这样反送中法的这样的一个游行示威 表达了香港的民意 几次都是高达数百万人参加这个游行示威 表达了香港的香港人的这样一个抗争的决心 那么如果要是讲台湾将来的这个地位 台湾将来的情况 如果接近于香港的话 所谓一国两制 这是过去中共的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主张 那么现在呢在新的强权领导人 就是习近平的领导下 这个一国两制呢 其实就是形同虚设 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存在 基本上是一国一制 就是把香港当作中国的一个省 一个特别行政区而已 所以呢现在香港人的命运 难道不能给台湾人以莫大的启示吗 所以说这一点呢 我想如果你真正爱台湾 希望台湾人保有这个个人自由 保有台湾的民主和法治 那么你要是严肃的 这个你要投票的时候 肯定要进行非常重大的思考 不仅仅是为了吃饭 不仅仅是为了经济生活一个层面 是在目前的情况下 台湾人认得真的是日子没法过吗 是说这个饭吃的不够好 对不对 没有达到非常富裕的程度 但是如果是跟大陆关系密切 台湾人就一定能日子过得很富裕吗 就一定能吃非常好的饭吗 比如说前一阵是大家知道 这个郭台铭在竞选的时候 还曾经提出过民主不能当饭吃 后来蔡英文总统就怼他说 民族虽然不能当饭吃 但是没有民族的话 你只能说看人家的脸色要饭吃 也就是说你是接来之时 乞讨 甚至在文革 或者讲在三年所谓自然灾害 实际上是三年大机警 在三年大机警的时候 没有民族 人都可以活活地被饿死 包括知识分子 包括艺术家 在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办法逃避那样一个命运 所以民主还是相当关键 虽然民主不是说 能够把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 但是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民主是一个国家开放自由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民主跟法治两个不可或缺 而且这个民主我们通常讲的是宪政民主 是对权力进行限制 保障个人的基本的言论自由 结社自由 新闻出版自由 所以这些东西如果都没有的话 这个国家仅仅是一个主仆关系 一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那样的吃 那就跟牲口吃饲料有什么差别呢 所以这点我想台湾的民众 应该有这样的这种政治自觉性 他们应当有起码的认知 所以我比较相信啊 这个韩国瑜是很难胜出的 然后我们再比较一下 这个两人的这个出身和经历 这个我们知道蔡英文呢 她是台湾的客家人后裔 也是台湾这个原住民叫排湾族的后裔 所以呢 她在台湾有着广泛的这种亲情 或者民族本土意识的这样一个民意基础 大家认为蔡英文就是我们台湾人 虽然蔡英文过去呢 在成为民进党的领导人之前 也有过一段在国民党政府中间工作 而且跟国民党的这个 这个一些重要的人物都有很多密切的来往 后来她也得到民进党的这个 这个方面的重视 以前的那个前总统啊 就是无论是李登辉啊 陈水扁啊 对她都是非常的器重 她曾经在陈水扁的这个内阁中 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 也担任过陆委会的主任 大约是在2000到2004年 在苏起之后 那么蔡英文呢 我们知道她这个上的 她的祖籍啊 她出生在台北了 但是她祖籍是屏东县 所以呢 她这个家里边啊 还算是小康之家 甚至比小康之家还要好 就是说比较富裕一点的这个家庭 所以呢 她家里边虽然兄弟姊妹众多 但是她基本上 因为她最小嘛 所以养尊处优 受到很多的家庭的关爱 然后她读书也读得好 一开始就这个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包括在女子这个私立的高级中学读书 然后呢又上了这个台大法律系 台大法律系得到这个本科学士学位之后呢 去了美国 在康奈尔大学法学院读了一个硕士 也是法学方面的硕士 然后又到伦敦经济学院获得了这个法学博士学位 但是呢 她的过去专业方向主要是研究这个国际法 国际贸易这方面的内容 所以她回到这个台湾之后呢 就是1984年她就获得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 因为她是1956年8月31号出生 所以呢 她是相当年轻的 就是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以后呢 在政治大学和这个东吴大学都任教 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就担任了这个副教授 然后呢是郑教授 这个然后她又从政 从政的经历也很丰富 包括还担任过消费者委员会的主任 这个陆委会的干过 很多的 应该就是说她对这个国际贸易国际法 很多方面专业领域 有着自己的这种专业见解 有人说她读书好并不等于 她就能够当好总统 前一段时期 不是大家对她有强烈的反感 认为她当总统之后 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 然后经济上又没有什么大的提升 所以有很多人对她有很多的怨言 包括出台的一些 包括跟公务员 这个公务人员相关的 包括军警 这个退休啊 这个方面的一些政策 有造成了一些人的不满和抗议 其实每一个总统执政者 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挑战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总统 有的时候可能当他任期结束 若干年之后 人们才能给出比较公允的这种评价 但是至少 他还是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一些不足 他有的时候也做一些检讨 那本来呢 这个前面一段时期里面 他已经辞去了党主席职务 他可能就是一段时间里面 大家认为他不太可能再连任台湾总统 中华民国总统 但是现在的情况反倒是 大陆不断对台湾施压 而且大陆对香港的这样一种 道行逆施 横行霸道的做法呢 会使得台湾人呢 形成一种反弹 反而呢帮助了蔡英文 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我大概在半年前就说过 如果要是这样蔡英文能够顺利的连任 那恰恰是来自中国大陆 中共的政策帮了小英的忙 而不是他的政敌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很显然对情况 应该是对小英比较有利 他最近这个周末呢 他访问了加勒比海的一些国家 尤其是海地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台湾的这个邦交国 现在只剩下了17个 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呢 采用的这种经济方面 给好处的办法 已经把台湾过去的邦交国 已经拉拢过去了几个 就是所以 现在仅有这几个邦交国 十几个邦交国吧 就是17个邦交国里边 这个海地呢 是一个跟台湾有60多年 大概61年的这种外交关系历史的 然后呢 他也坚定的表示要支持台湾 但是呢 暗示要给一些好处 因为这些小国 穷国总是想在经济上 得到一些好处 所以呢 台湾已经那个决定向海地呢 已经拨款1.5亿美元 但是这个钱呢 目前还没有真正用于 他们所计划的电网建设 而是呢 要等待海地 这个国会的议会的通过 那么海地这个总统呢 叫莫伊兹 莫伊兹呢 还是认为投资 直接投资 对于海地是更加重要的 也就是说 隐含的意义就是说 要给海地相当的经济上的好处 那么这一点呢 台湾 这次蔡英文并没有做出新的承诺 但是呢 可能适当的会考虑 以后跟海地还要 在一些经济上项目中 要给他一些好处 但是光靠钱 到底能拼过 跟大陆去相比的话 应该拼不过大陆吧 因为大家知道 大陆现在这个一带一路 相关为大撒币 给了那很多小国家多少好处 那给钱可不是一两亿美元 起码都是几十亿上百亿的 就委内瑞拉就给过很多钱 还有很多的国家 所以呢 如果要是硬拼这个晶元外交的话 这个词啊 是当年这个大陆参考消息上 经常抨击台湾 说台湾呢 这个外交上处于困境 所以他们经常展开晶元外交 但是现在呢 中国大陆自己采取晶元外交 这个大手笔啊 应该说比台湾要花钱花的多的多 因为台湾花钱 毕竟是纳税人的钱 要经过严格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大陆呢 只要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 就是说 可以随意的向外撒几百亿 上千亿的这个美元 都已经这个撒到各个国家 去收拢人心 所以呢 现在我讲啊 就是说 如果台湾靠什么来赢得 这些国家的这个支持 当然你说没有金钱 恐怕也很难说服别人 但是光靠金钱 肯定是不够的 一定要用其他的一些方式 让这些邦交国相信 跟中华民族 跟中华民国保持这种外交关系 是有一定的价值 和有一定的这种长远的意义的 而不能看短期的这种经济目标和利益 当然你说有些国家 如果处于政治危机之中 经济上也不好不稳定 所以他当然是希望能够多一点支持 像这刚才说的莫伊兹总统 在海地已经受到了大家的反对 到底还能不能胜利的这个延续他的统治 还是另外一回事 然后我们讲到就是说 刚才说了这个小英 接受了一个良好的教育 那么韩国瑜呢 韩国瑜他是 也是在台北 就是新北市 原来叫台北县 他在这个地方出身长大 然后呢 他也在这个地方担任过地方的官员 他的教育呢 他上过这个台湾的军校 上过这个运输兵的学校 陆军的学校 上过这个陆军军官学校的这种专修班 第四十期 他也上过大学 比如说这个在政治大学 东吴大学 他也都拿到过学士学位 和这个硕士学位 当然他学的 原来学过这个英美语言文学 就是学的英语 然后呢 也学过其他的一点 这个法学方面的这些 跟政治相关的一些知识 所以呢 他有从政从军的经验 就是他在这个他原来是国军的上位军官 上位军前 然后后来呢 一位一里边他又是少校 然后呢 他又从事过很多的工作 包括跟他太太两个合作 创办过一个双语的中小学 然后呢 他还就前些年吧 从2013年到17年 他还担任过台湾的这个 农产品方面的这种 运输啊销售联合公司的总经理 所以他有一点企业运营的这样的经验 然后呢 他从政历史也是蛮长的了 他从这个93年开始 就是立法委员 一直当到2000年左右 当了几届立法委员 然后呢 他也担任过这个过去新北市的 这个副市长 这一类的职务 反正担任过一些地方官员吧 那么他后来顺利的当选高雄市长 应该说是让人感到非常惊讶的 一匹黑马 因为这个高雄过去历来 都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居然被一个国民党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骨干 夺取了阵地 所以呢 让人感觉到很惊讶 其实这背后呢 还是有很多的 应该说一种秘密力量的支持 这秘密力量呢 大家一般会解读为 是来自中国大陆 他虽然造势的时候说 自己就凭一瓶矿泉水啊 一碗这个卤肉饭 就来搞竞选 说是非常节约的 没有花什么经费 但是有人计算了一下 发现如果没有其他的政治现金 也不太容易做到 他这样的一个情况 一个结果 所以呢 他现在这次竞选 要竞选总统的话 那仍然是要来自 某些方面的一种命运力量的支持 这是不可低估的 但是我还是认为 从我刚才的分析 我想大家已经听出来 这个韩国瑜 虽然呢 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 但是呢 如果台湾人选择 韩国瑜的话 就冒非常大的风险 这个冒什么风险呢 那就是失去台湾的这个民主国家 这样一个自由国家的这样一个地位 就沦为跟香港比较接近 成为第二个香港 那样的话是非常悲惨的事 台湾人几十年来享受了民主自由法治 突然间如果要失去这些 只是为了经济上得一点好处 那就是说 成了动物庄园了 给你一点好处 饲料你就满足了 是吧 所以没那么 我觉得台湾人不会这么愚蠢 这么这个 鼠目寸光 要用这个 最宝贵的价值来 换这样的一些眼前的好处 那么有人说 你不是说的太极端了吧 韩国瑜上台 他未必就一定要引狼入市 他未必就会跟中共打得火热 他只是选战的需要 也许他当上了这个总统之后 他也未必要跟这个大陆搞得那么密切 这个东西就很难说 大家说韩国瑜还有一个学位呢 他是在北大政府管理学院 读过一个这个博士学位 这个博士学位最后好像是没有拿到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当年 他专门花出几年时间到中国大陆 去到北大去读这样一个博士学位 就说明他的这个政治空间 他跟中国大陆的这种 无论是个人的 还是这种组织方面的交往 还是有相当的基础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可低估 甚至还有人猜测 韩国瑜有没有可能会是共谍 这个过去台湾喜欢用共谍这个名词 就是台湾这么多年 对吧 这个跟大陆关系交往 正常化之后 我说的关系正常化交往正常化指的是民间的 这个商业 这个学术交流还是蛮多的 所以在这个期间会不会中国大陆呢 搞一些统战政策 甚至也发展一些间谍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韩国瑜是不是间谍 我们不能下这样一个结论 只是说他至少会受到中共统战政策的影响 拉拢 所以这点呢 我想大家呢 应该清楚 这个危害将来 假如说真的韩国瑜跟中共走得那么近 那么这个危害应该是不可低估的 所以韩国瑜有的时候在竞选过程中也会有意的保持一点距离 不能把自己扮演成中共的一个传声筒 一个走狗 所以他有的时候可能也要彰显他的这种独立意识 好像表示不会对中国大陆扶手称臣 但是呢 这一点要想真正能够说服大家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要看他今后的这个做法 另外有一点 他作为政治家来讲 他缺乏诚信度 比如说他在这个竞选高雄市长之前 曾经做过承诺 不会中途离开他的职务 你这个市长才当了一百多天 你并没有给真正拿出特别好的业绩来 你本来承诺要给高雄人民 高雄的市民带来经济上的什么什么的发展前景 描绘得非常好 让高雄市民能够如何如何的改变 得到这个很好的实惠 但现在你马上拍拍屁股要走人了 要竞选总统了 这个业绩 当市长的业绩都没有看清楚 那你怎么人 大家怎么信任你 当总统就能当得好呢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一个政治家 如果一开始就没有一个诚信的话 那后面有很大的问题 另外有人说这个蔡英文 他当总统要竞选的话 他应该有个搭档 他以前的副总统叫陈建仁 对吧 那后来呢行政院长赖清德 好像说也要跟他去竞争总统 其实我觉得赖清德这句话呢 这步棋啊 应该是走错了 他如果要是一开始就 还是比较低的姿态 愿意跟蔡英文结成搭档 就是如果蔡英文当总统的话 他当副总统 可能有人说 哎呀副总统有什么当头啊 没什么意义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赖清德 现在直接问鼎总统宝座的这种概率啊 这种时机还不是特别的成熟 所以呢他如果当上一届副总统 对以后再竞选总统 可能会很有帮助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啊 这个这步棋确实没有走好 但是接下来有没有补救的机会呢 这个我不太了解啊 就是说如果要是讲 他能够诸力蔡英文 能够在蔡英文胜出的时候 能够承担一些责任和角色 也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现在还是讲了半天了 想给大家一个确定的结论 至少我个人 如果从现在我能够获得的信息来判断 我认为虽然韩国瑜这个呼声颇高 也有相当的支持 但是呢我认为最终他不会战胜蔡英文 这个因为台湾人要考量的是 非常重大的一个一个命题 而不是说仅仅看眼前的利益 如果为了眼前的好处 经济上的一些诱惑 而放弃民主自由 放弃这个台湾人这样一个独立的 这种独立的这种地位和空间 虽然是相当有限的 受到打压的 但是仍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所以这个蔡英文总统这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里面 也特别强调了 这个经济和民主是不可分的 如果你要是讲没有民主没有宪政 法治没有自由作为前提的话 那么你这个国家的这种经济 它可能也只是短暂的昙花一现的经济 因为老百姓并没有这种自主的自由的发展的动力 更没有创新的空间 所以呢我觉得从长远来看 台湾人他如果意识到这样一个难能可贵的台湾的这种政治遗产 这种价值观不能轻易的放弃 不能成为第二个香港 这个香港也不是说他主动选择的 香港是由于这个一方面是弹丸之地 在大陆的直接的控制之下 包括淡水资源 其他方面的资源的控制 所以香港是很难摆脱大陆的 但是台湾就不一样 台湾一定要坚守这样一个自己的这样独立的地位 这个无论中国大陆怎么把台湾看作一个审 但实际上在现实中 在国际法在目前的运行过程中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国家 对吧 你要讲说是一个审的话 那以后这里边又闹出了很多的笑话 网上有很多的段子我就不说了 对吧 其实聪明人你都会试一试嘛 你不要拿中国大陆的护照 你到台湾去 要求居住在台湾 定居在台湾 你试试看嘛 行不行啊 不行吧 对吧 还有很多的事情 你都觉得是一个国家吗 它根本就是事实上 它就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呢 我希望呢 大家还是认真的观察和思考 就是说判断一下 我这个提出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韩国瑜能否战胜蔡英文 我的答案是no 这个有人说 你会不会到时候预测错了 到时候很难堪啊 万一要是韩国瑜赢了呢 那韩国瑜真赢的话 那真的是 我觉得是不单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悲哀 这个有人说说的是不是太大了 就是一次总统选举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有那么重要 那你想想 它一个地方如果沦陷的话 它会带来深远的灾难和影响 不是一朝一夕的 所以呢 一旦韩国瑜当选这个台湾总统的话 那大陆蚕食渗透 更加肆无忌惮了 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人 哪怕蔡英文有一些这个执政上的经验不足啊 有一些政策上的缺失啊 大家都要想办法来支持 来帮助蔡英文 要坚守这样一个亚洲的这种 自由民主法治的这样一个独立地位 大家知道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民主共和国 不管民主程度当时如何 反正它是第一个现代的共和国 所以呢 现在一百多年之后呢 大家仍然要珍惜来支持和帮助中华民国 好的 先说到这 谢谢各位